116 成報 內地房地產稅改革主體框架基本確定 2015年7月27日財經 B02在中國財政部部長劉繼偉 更一提及房地產稅的進度問題之後,房地產稅再度成為熱門話題 據《政券日報》,更日有消息稱,房地產稅改革主體框架以基本確定 並開始小範圍徵求意見,房地產稅主體稅總或有房產稅 城鎮土地使用稅合並,具體稅率可能將由地方在中央確定的稅率區間內置行決定 本部記者綜合報導不過,《華夏時報》的報導卻有所不同 稱房地產稅改革今年一直在進行,指示至今改革的路見還不明式 市場所傳房地產稅立法初稿,既非官方文件所發 又無官方代表所說,基本可以判斷不靠譜 住建部政策諮詢專家 亞太城市房地產研究院院長謝日豐如此表示,或設置 《豁免徵收免值》看照中國經營報的報導,未來房地產稅徵收有望通過 或定豁免徵收免值來確定房地產稅起徵點,即個人或家庭在豁免徵收免值以內的住房 免於徵收房地產稅,而豁免徵收免值將根據地方住房情況針對性或定,不會一刀徹 而豁免徵收免值指示房地產稅起徵點的思路之一 一切尚無定論,房地產稅的改革對購房者會造成一定影響 一方面,可能帶來房價降低,相對減少購房者購房成本 另一方面,改革後的房地產稅會增加保有還值稅費 這二未把礦方房網溶溝i 房費用增加,投資性購房或會因此減少 中投顧問房地產行業研究員韓祥急在接受證券日報採訪時這樣表示 以謝日豐則認為,房地產稅與房價實質上沒殺關係,僅僅是財稅制度的一項改革而議 房地產稅與房價的關係不是一個層面上的問題 一個是市場供求關係的結果,一個是未來稅收體系的單稅 房地產稅根本無法改變供求關係,從而決定房價的變化 房地產稅開徵目的不是降房價,僅僅是調節地方財稅收入 房地產稅或影響房價一些分析人士認為,房地產稅徵收將主要取決於立法進程 但不會一速而造,中原地產首席分析師張大偉表示 房地產稅是一個複雜的立法過程,房地產市場不景氣 剛開始局部復甦,不可能短期就出制度變化 我覺得,起碼兩年內房地產稅不可能落地 此前,多地增開展房產稅試點 上海,重獻兩地分別以不同方式試點徵收房產稅 此後,杭州市,北京市也增上報了 杭州、北京版的房產稅試點方案 其中,杭州方案獲得財政部、住建部的認可 並以走員會簽程序 然而,在十八屆三中全會政治決議提出立法徵收房地產稅的要求後 此前由住建部主導的房產稅試點工作職被叫停 稅積線